喝了酒就真的不要开车 这名理性男子他喝了酒之口居然开车 在经过台中县越美国小的门口的时刻 意外撞伤了正准备过班马县的父子三人 而这名男子涉嫌肇事逃逸 被巡逻警网追捕道案了 但让人难过的是 这被撞伤的父子三人 父亲重伤 炉内出血 有生命危险 铁上门口的班马县上清楚看到刹车痕 中午放学时分 29岁的理性男子 要接就读国小和幼稚园的一对儿女放学 正准备走班马县到对面的车子停放地点时 没想到被跨越双滑线的自小客车撞个正轴 男子先谈到挡风玻璃再摔落地面 现场血迹斑斑 酒后了然后造势这样 造势以后就有逃逸 轮着车我们警方就去追逐 然后炒货这样 你们觉得很后悔吗 撞伤父亲跟两个小朋友 酒家商人还涉嫌肇事逃逸的理性男子被带回警局做笔录时还满身酒味 酒测值0.48 他双手核实似乎在忏悔 而不止三人 母亲宿内出血 脚腿粉碎性骨折 有生命危险 爸爸目前是有脑出血的现象 然后颅骨骨折 那两个小朋友目前是没有很明显的内出血 不过目前都是在医院治疗观察当中 又是酒驾酿货 离性男子在征训之后 以公共危险罪 涉嫌肇事逃逸被移送法办 相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